这是我俩呢 还没出来之前 我爸给苏妍买了一些小龙虾 暂时意见 放 放何嘞 能活 能活 二马都冻了 那 那 你放进去看看吧 哎 暂除夹嘴 哎 夹嘴 它怎么叫 喂呢 暂除腿的大个儿 明显要聪明很多 看到不熟悉的圣物 只想着往后退 小孩要比大个儿勇敢很多 哎 夹得了吗 夹得了吗 哎呀 有我了 能是吗 我和我爹呢 都以为小孩呢 会把这个小龙虾给刺了 但结果呢 正是出乎我打意料了 小孩对待他呢 就如同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 所有的动作和行为 都小心翼翼的 你很小心 看见没 很小心 你看 他老喜欢了 你看 他也就你吧 哎呦 我站住不动了 后来呢 我又挑选了一位精药 去会一会咱家的重量级狗明星 当战神小龙虾进入场地 张牙舞爪的摆出了战斗姿势 这个时候呢 咱家的狗明星健卡马 对他呢 索然无畏 只是在这块儿喝着水 此时呢 战神小龙虾也放下了戒备 正当我呢 准备离开 健卡马呢 只是轻轻路过 战神小龙虾就变成了四角朝天 健卡马呢 也只是上去闻了闻 然后 抬腿就走 接下来的时间 小龙虾四角朝上 在风中不断地摇摆 元宝对小龙虾的态度 和其他狗完全不同 等我回去呢 再好好的拍一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